大家晚安啊 哇 怎麼一下子 啪啦啪啦啪啦一堆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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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那台車的時候 少折被罵 不會 因為他不知道 耶 噴出來那個是水汽啊 因為那個車齁 其實停蠻久沒有開的 裡面會有一些水汽啦 其實齁 有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啦 根據一些比較 比較老派的 比較傳統的這個修理廠的師傅 都會跟你說 你看這個 或者是你去看二手車的時候有沒有 發動一下 油門吹一下 欸 排氣管有水 噴出來之後你看 這就是完全燃燒 完全燃燒才會噴出水來有沒有 這車 車況引擎就是好 其實不一定齁 有時候是這個 裡面的濕氣重嘛 排氣管整個全段裡面濕氣重 你排氣管有溫度 引擎有溫度的時候 他就是會被水汽會被排出來 什麼車都可以改閥門啊 你就算是artist想改閥門也沒有問題啊 既然有wish 我wish很少收啊 那個wish有可能是客人的啊 也有可能是科P的啊 K6 Coupe 噢那很有愛啦 有愛都是沒有問題的啦 單向軸承有建議預防更換的里程嗎 欸沒有耶 其實通常我們對於一些軸承喔 用檢查的那個 檢查你的皮帶 每一次你保養的時候去檢查你的皮帶有沒有 有沒有被吃掉 有沒有偏軸 有沒有異音 有的話再去更換 或是皮帶有被吃了 噢 它那個轉向不平衡 我們才會去換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喔 不要預防更換 啊如果有第一次來看的朋友是這樣 我們這邊喔 如果你想要問車的行情 可是你問車的行情 視訊到粉絲頁 其實現在為了節省大家時間 你如果這個 車子比如說里程數太高 或者是那個車我們不常收 我可能就會直接 回絕你了 因為我們不收的車子 去跟你講行情也不好意思 因為有時候 報價錢出去不買很奇怪 我常常在講一件事情 很多客人習慣說 噢小事一台車你估多少 好比如說我們報30 那可是別人報35 那基本上我要表達的是說 沒有成交都不是正確的數字 只是說先給你一個數字去做參考 有些人說我想換新車 齁什麼 我沒有說你一定要賣給我好不好 大家都要賣給我 我沒有那麼多錢買 真的 齁而且你要賣給我也要我看了 大家彈得 龍 看得舒服 合意 呃成交 真的缺小事哥二手車廣播節目 有料一定做得起來 其實齁 我坦白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我們每次 現在我們的FB直播都在四五百人 有沒有 有沒有 可是其實我知道 Youtube開的話 人數會更多 只是說我覺得 我會害怕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欸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好不好 財團法人台灣 雷特士 症 的病友關懷協會 這個是今天一個慈善團體 齁 這個叫做一個一個罕見的病 叫做雷特 雷特士的雷特士症 好 病友關懷協會 那這是一種 基因的突變 造成的 那台灣的病例其實不多 然後有來找我們之後 我會慢慢的跟大家說 那希望 因為我覺得 我們現在在做一些慈善 慈善車的活動 那我們把一些錢捐到比較大 比較大的協會 其實有時候好像 沒什麼感覺 欸那個叫什麼 就是他們已經很多了 然後我們還給他 沒什麼意義不大 那個有個成語怎麼形容 錦上添花啦 嘿啦 靠腰啊 拍謝拍謝 像這種 這個我今天他們來 我跟他 跟他們買的一個 手工罩 那我們不如 給這個比較小的協會一點幫忙 那他們也不是說 一定要大家去捐款 那 他們有賣一些這個 手工肥皂啦 什麼 那我們就 給他們支持一下 好不好 我覺得 現在還蠻棒的 我覺得現在台灣其實還蠻棒的 真的 今年台灣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 那希望大家看到有機會 就可以去分享 那下次我們的這個 慈善車 我們就會 考慮來 捐一下 其實他們之前 就有找過我了 可是 你知道嗎 我其實我在 做這種事情 我很注意就是 有一些 我們很少聽到的 這種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協會 我怎麼知道我錢捐出去 是不是 對不對 好 會長去林申北路 對不對 找陪陪香香 之類的 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去那邊花掉 總是 要有一定的理解 知道說 這是什麼樣的病 然後他們的運作的狀況 那需要什麼樣的幫忙 然後 之後我才 今天跟他們約了見面之後 了解之後 然後才 我總要看一下來的人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要不然來的人一副就是媽戀財的樣子 我怎麼要 對不對我怎麼敢 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阿有些太大監 錢已經夠多了 我們再捐給他 阿這就捐給他的錢 那做一根柱子這麼粗 有沒有 雕龍 柯鳳 黃金的 金碧輝煌 一隻貓子比你們家的 房子更大了 有嗎 所以其實還是要有一定的了解 然後再跟大家 推薦一下 這樣子 你看之前那個花蓮的那個 神父多棒 捐夠了 大家不要再捐了 現在這樣夠了 戀財是長什麼樣子 就是一副戀財的樣子 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還知道啦 我們總是要跟他聊一下 對不對 嗅覺 我們怎麼樣也看人 悅人無數 對不對 稍微 辨別一下 區分一下 人怎麼樣 是真的做 看他怎麼來的 對不對 搞不好 要來 然後開 勞斯萊斯進來 小師我們是這個 拆團法人 某某協會 這勞斯萊斯來跟你說 欸 這個你要捐嗎 有需要我們捐嗎 1314的C300划算嗎 還是可以再等 沒有啦 這就是早買早享受 晚買想折扣 沒有什麼一定的答案 就是我們錢到哪裡 啊 時間到 機會到就處理了 就是這樣 為什麼只有賣 伊莎姆沒有賣 鐵拉不是一樣的車嗎 就是因為是一樣的車 所以賣馬自達的話 這個品牌的感覺好一點 所以就賣伊莎姆 1555賣 欸還在還在 155還在 155還在 最近有一些網友有傳訊息給我 說這個什麼 改裝 15000塊錢 要課稅 然後就很多人就出來 乾開叫了 那個 其實他是放寬 本來 本來其實規定是 1萬塊 現在放寬到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台灣的這個 立法委員 在弄什麼東西 其實有時候我看不太懂 像前一陣子說 那個通姦除罪有沒有 某一天 我老婆說 欸通姦除罪 我說干我屁事喔 對不對 你會因為通姦除罪 你就去通姦嗎 我跟你講 你如果真的會通姦 就算判死刑 你也去通姦 對不對 這種東西 受得了嗎 動得了嗎 我算 我是很支持什麼 欸同志婚 結婚 或者是一些 除通姦也好 然後媽有的 就是弄這種小東西 有時候你就覺得 敢有需要啊 你敢不敢用一個 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這個 排欄稅看要怎麼弄 對不對 關稅看要怎麼弄 啊都弄這些小東西 無關緊要的東西 跟大部分人都沒有 太大關聯的東西 不是那個 真的到底跟我們什麼關係 我朋友在二手車行 買了一台335CI 從台中開回來到桃園 渦輪就壞了 二手車行會原價收回嗎 應該不會吧 可以試試看 往這個方向努力 舊換新補助會延長嗎 不知道 我覺得如果到年底 感覺不太可能再延長 可是他們可能會看這個 財團的壓力 經濟的狀況 因為好像 再來要2022年才有選舉 對不對 所以沒有選舉 我是不知道會不會延長 對不對 搞不好財團都快倒了 乾一下 然後又延長了 欸其實我 我還是在講一遍 聽過的朋友可以再 再聽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在10 進入這一個行業那個左右 20年前 噢乾 改裝非常盛行 也就是可能那一天 行男來試 impressa 我在跟他聊天的 噢 那時候編輯部 沒人一台 impressa的那個時代 我真的覺得那個時代 台灣的 整個經濟 真的是盛況 改裝也盛行 有沒有 以前這個漁人碼頭也有 有那個音響的 還有那個叫做新竹的那個 漁港 那個叫什麼漁港 永安 是不是 然後反正就是到處有比賽啦 那個龍潭賽車場 吼 大家這樣 哇 一片祥和 吼 然後車上 就是 音響 每一台車 都有花錢去改裝 有沒有 一上車 然後黎明放下去 陳慧玲放下去 鄭秀文放下去 反正吼 你看 那個時代其實是我經歷過 真的很美好的時代 就是 大家都 能夠自由自在的 裝點自己的愛車 那我覺得那有可能是 法規沒那麼嚴啦 吼 也沒有那麼多的這個檢舉魔人 因為你看喔 一個改裝業真的 到處都可以賺錢 賣的人 裝的人 調整的人 比賽的人 改的人 大家都賺得到錢 還有驗車的人 每個人吼 這樣子一個 產業鏈 經濟鏈這樣繞一圈回來 整個經濟相當的活絡 吼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的整個那個 經濟狀況 真的是很好 沒有啦 所以我覺得是說 當然你不能吵到人 吼 或者是 危險 駕駛 這個是一個規範 吼 你可以買 可以賣 可以進口 你可以生產 那當然你可以 你 你把它規範好 有慢慢的再進步 但是非常 緩慢 因為以前改避震器就是不行 吼 那現在有 可以變更車高 我覺得OK 吼 那你要慢慢的把這個東西 規範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會 會很活絡 我覺得 其實經濟會還不錯 其實車子 產業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產業 吼 從新車 二手車 到所有周邊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如果可以讓這些產業更活絡的話 我覺得台灣其實 還蠻有這方面的市場 很簡單 你現在 現在你看那麼多人在進口機油 你就知道那個利潤一定很好 大家都在做機油 機油這種東西 你不要 不要爛到說 一換上去新的就縮起來 基本上都沒有太大問題 你知道以前 我在 新莊那邊在 賣二手車的時候 你知道有那個修理廠來拉業務 因為新莊那邊 附近很多那個 二手車行 那他們想要做二手車行的 生意嘛 他們就會來拉說 欸我跟你說吼 來我們這邊換機油啊 我們這邊機油 一瓶成本五十塊 汽車的機油 一瓶五十塊 那個我真的不敢裝 後來有一個 車行吼 去換過一次 黑人可以 交車出去 沒多久 水塞起來 那個都是 甲油在 回收油在 提煉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提煉的 那個我不懂 反正那媽 我覺得那個就是那媽 爛油回收油在弄回來 可能媽拿濾網有沒有 用抬啊 抬抬抬抬抬 把一些髒東西 塞掉以後 把它裝罐 就賣給你了 有可能吼 純電車未來發展如何 還要一段時間吼 我上次有跟一個 專門在做電池的一個 企業的老闆 聊天吼 大家的認為是說 電車未來是 一定是 沒有問題 只是說 目前電池的這個 溫度跟安全性 還有重量上面 可能還沒有 得到一定的突破 電池是一個 蠻危險的東西 那相信 以後如果找到 解決的方式 應該是 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 為什麼 油車還是 占主流 是因為 電車就是在 電池方面 主要我覺得 電池方面的問題 還沒有 完全的 處理好 野馬懸吊 不適合台灣 好像回 我跟你講啦 沒有幾台車的懸吊 適合台灣的啦 媽我真的覺得吼 台灣都一樣啦 你說 台北哪裡做得多好 我跟你講 都一樣 全台灣都一樣 那個路他媽的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路啊 短短的 三公尺裡面 有他媽的六個 蓋子的 你有沒有看過 六個蓋子的 我已經搞不清楚 他媽的 到底是台電的 還是他媽的 自來水公司的 還是他媽 上面小朋友公司的 每個蓋子都不一樣啦 我真的很不能接受說 我不相信 那個蓋子沒有辦法統整 我講真的 你說地鋪 不平 那就算了 你知道那個 蓋子有多多嗎 你們他媽有在騎摩托車 就知道 那今天會嚇死 我沒辦法 那樓梯今天會嚇死 你說 哪一台車的 懸吊適合台灣 我跟你講沒有啦 06到08 320跟318 車況 Gcar適合台灣的路況 可是Gcar買不起啊 那個03年的 竟然都還要 200萬是怎樣 我看不懂 做了那麼久 看了那麼多Gcar 我真的不知道在貴 三小朋友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市場 也不是我們在控制的 啊他就那麼貴 我沒辦法啊 輪框我沒有研究 輪框我沒有研究 真的 我只知道貴的很貴 啊便宜的 就 國產的就這麼便宜 所以大部分 大家都是換一些 國產的就好 因為其實 我坦白說 台灣做旅圈 其實也蠻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 買國產應該就可以 應該不用買到 因為主要那種貴的 都是重量很輕 重量真的很輕 那個重量真的會差到 將近一倍 一樣尺寸喔 10萬頭款 一家五口 有推薦嗎? 可能要給我總價 好不好? 因為10萬頭款 什麼車你都買得起 你賓士都買得到了 所以可能要有個預算 福斯五年一過 我覺得 應該沒有那麼早啦 可能可以再延長 現在的福斯 我覺得可以稍微延長一點 總價不超過50萬 喔那很多啊 你就找那個日系的國產車 然後找一台你順眼的 基本上 八九不離十 絕對不會中槍 你就找一台日系的 然後多 多比較一下那個空間 你先看外型內裝就好了 然後日系的國產車 比如說五大廠牌對不對 馬自達 對不對 馬自達就是馬三 Honda就是什麼 FIT CRV 或者是HRV HIV五十萬買不到 Mitsubishi的 你可能就是Fortys 啊Fortys 跟那個 Outlander其實都買得到啊 Toyota Toyota Artis Yaris 都買得到 Vios都買得到 所以你要去看 你喜歡哪個牌子的車 你覺得那台車很漂亮 然後用五十萬回推他的年紀 去找一台 自己喜歡的就好 先看外觀跟內裝 啊剩下的 再慢慢研究 這樣你才會快速的縮小你的範圍 你如果對車沒有太大的 我跟你講 大家選車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在那邊一次回答 你對車沒有特殊的情感 你只想要用它來移動 你只想要讓他 他讓你的家人 不要吹風淋雨 有冷氣吹 齁 你就找日本牌子就沒有問題了 齁 你去找Skoda 找福斯 哇那個DSG疑慮 齁 你去找BMWA 會不會常漏油 你找波波 又迷胸會不會壞掉 然後你又找了 福特 Focus 說哎呦 那個變速箱會不會怎麼樣 哪邊會不會怎麼樣 你找日本車疑慮 通常都不會太多 你上個車也可以買到Tida BigTida Centra SuperCentra 都買得到了 買了後面再賣可以找我嗎 你只要顧得好 當然可以找我啊 你把車顧得很爛 我就不要了 呵呵 呵呵 奧德賽 我之前賣過兩三台 可是那個時候好像 還沒有在拍片 呃來 我們店裡讓計師檢查 我們現在 只有服務我們 售出的車 好不好 因為太忙了 最近如果 線上的朋友 有到我們的店裡來看 就知道那個車啊 基本上你 車頭直的進來 然後你要出去 你只能倒退出去 以前還可以迴轉 現在都不行了 130萬買Monteo新車 是不是不明智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是不會幹這種事情 啊 明不明智 我覺得這種東西這樣 我們不能去講說 我最喜歡講一句話 錢沒有不見嘛 它換成你喜歡的樣子 那你要換成你 也許Monteo是你喜歡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價值是在你自己心中 但很多時候人家問我 小師哥哪台車 跟哪台車 我要選哪台 那我只能跟你講 如果是我 我會選哪一台 但是你不是我啊 你還是要依照自己的 喜好 3.5 我有一台啊 J32 3.5 最近有一台在檢查啊 好像是2010年的吧 欸 13年的 我想起來了 2013年的 3.5的黑色的 藍鳥推薦 藍鳥你推薦啊 藍鳥推薦是因為CP值高嗎 便宜啊 車漆如果打蠟久了 會不會傷到車漆 基本上你打的 如果不是粗蠟的話 應該還好 打細蠟應該是 比較不會傷到車漆 不過 你打的 方式跟地點也很重要 因為 現在有很多人 打細蠟的方式是先抹上去 對不對 然後過一陣子再把它擦掉 那你在等的這個過程中 是不是會有一些 砂石 飄到你的板金上黏住 然後你在用那個去蠟布 在 回的時候 那很有可能就把它什麼 刮傷了 那還沒有空整理啊 Celica還沒有空整理啊 07年的 Lessus RX350 通病儀表板的飾板 因為年紀比較大 齁 你Lessus RX350 可能還有一些 含氧感知器啊 齁 觸媒的 觸媒感知器啊 一些 電子零件的問題 我 還蠻常遇到的 那當然你一些底盤的東西 那個每台車07年 那個本來就 因為 它這個底盤 多連桿 所以下面的拉桿很多 所以你隨便畫個幾根 你就要花很多錢 一根是都沒多少錢 分 拆開都很便宜 如果全部的桿子要換一輪的話就很貴 好不好 啊這車算好顧嗎 我覺得 你07年的車 你如果買到車礦好的 你回來會省很多錢 但是如果你買到 前面一個人要賣車 很多東西不做 你回來你就要花很多錢 整理 也不是說他壞 可是他這車 整體上來講 妥善率算是很好的車子 高爾夫 05到07代步車 可以推薦嗎 望剩下一台 上次那台紅色的 哼 不過那台是柴油的 我們的電鋪 我們電鋪怎麼可能賣啦 媽咋 走在路上打人 都說我們公司去打的 靠腰咧 呵呵呵 我怎麼可能賣制服啊 不行啦 電鋪不能亂賣 好不好 要怎麼樣才能得到電鋪 來小試計車上班啊 靠腰 電鋪改版錢再賣一波做愛心 我跟你講喔 我看到 你們如果來我們店裡 我們的 服務人員很可憐 他們穿那個電鋪啊 黑色的有沒有 都已經洗到變白色了 還有那種汗濕了又乾有沒有 所以衣服上會有那種白白的那個 鹽有沒有 幹我有時候覺得喔 我們公司很像 軍隊 你知道嗎 還是血汗工廠 我每次喔 走進直播室看到三個人喔 不講話戴著耳機在剪片 我想說幹這是血汗工廠嗎 啊 然後呢媽的 一出去外面 喔 每個人都媽的好認真喔 哇 掉了哇 又撿起來 啊又掉了又掉了 哇 又撿起來又掉了又掉了 我心裡想說幹 這有那麼操嗎 我們現在是有規定沒做事 就是媽的 拿棍子在旁邊有人在看 沒做事就打這樣是不是 搞得好像 像血汗工廠一樣 這樣這樣對 你知道 尤其像我們阿翰好了 阿翰多可憐你知道嗎 他的那個衣服 洗到髒到破到 我都交代會計說 欸 去後面拿一件新的給他 我看不下去了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那個衣服已經洗到 爛掉破掉 啊這個 領子有沒有 哇 已經插到壁櫃有沒有 喔 這領子都已經開了 那很可憐的啦 到底是什麼原因 會造成小事汽車 看起來很像血汗工廠的這種 誤解 為什麼大家都好像看到 老闆好像 看到鬼一樣 你問Hillis好了 Hillis 我們公司像不像血汗工廠 Hillis 你常來 我今天才在想 其實 我們幾乎大部分的員工都是 在這邊做很久的 然後真的我覺得 我看他們 我覺得都是像家人一樣 還有一定的高牆 我要打破這個高牆 我一定要了解到 他交的到底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有一天當我了解之後 也許 對不對 他就變成我的家人 不應該開這個 同志的玩笑 我們現在是一個 多元的社會 我們在這邊吼 鄭重的呼籲 真的 其實我都常跟泰山講 我說 你應該很慶幸 就是你們的老闆 不是一個會 不支持多元成家的人 所以你就老實的告訴我 你是不是K就好了 我又不會怎麼樣對不對 對不對 我這樣一直不斷的這樣 從正面 從反面 從側面 軟的也來 硬的也來 就是為了說 讓他承認 讓他到現在 都還不承認 你知道吼 一個員工啊 你看我們這 員工也不算多啦 大概 七八個 那你看員工 會不會有一些員工 就是訊息來的時候 偷偷摸摸的 在回訊息啊 躲起來 對不對 接電話去外面講 講很小聲 有沒有 或是 今天他很早下班 要去約會什麼 對不對 七大會乳肖嘛 你在幹嘛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想我 有沒有 幹泰山都沒有 我都沒有看過他這樣 對不對 啊你總是要有一個時間 這樣小聲講電話 回一下訊息 這樣 然後有啊 我很想你 什麼有沒有 泰山都沒有 很奇怪 所以我懷疑啊 都是泰山問對方說 你有沒有想我 然後 對方不甩他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啦 因為有時候員工有交女朋友 我們都知道啊 你像阿呆問他 他就會講啊 對不對 媽 泰山怎麼問都媽 都講不出一個 都給你一個 模擬兩可的答案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是覺得這個 現在這個 多元的社會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 對不對 金龜車比較推薦哪一個排氣量 比較主流應該是1.6的 問題會少一點 GLE柴油推薦嗎 我不會推薦 賓士的柴油車 雙B的柴油車 其實我都不太會推薦 雙B不推薦柴油的原因 沒有很簡單啊 就是 啊你都買雙B的 你要買柴油幹嘛 煙那麼臭 啊煙煙叠叠叠叠叠 啊花了 兩三百萬買一台 CANDAR 好啦 大家晚安啦 今天那麼來的 拉迪賽了啊 兩個小時 TALK BYE 掰 大家晚安